無形資產要不要做成本分攤呢? 可以分成有確定年限跟沒有確定年限 有確定年限 但要做成本分攤 借貪消費用 帶了借貪消 或帶無形資產 如果沒有確定年限的 那當然就不要做成本分攤了 所以哪些是無法確定年限的呢? 大家先來講 商譽 我不知道這個商譽可以有多久 所以商譽是不用提列的 不用做成本分攤 第一個 好 商譽是不要做成本分攤 第二個 什麼樣的資產呢? 我剛剛剛剛有提到一個發展中的無形資產 發展中啊 既然它都還沒有成形 我可以知道它可以有多久嗎? 當然不行 所以發展中的無形資產 因為我也不確定它年限 為什麼不確定? 它還在發展中啊 它還沒有成為很具體的一個無形資產 既然它還不是一個成為一個很具體的無形資產 我當然就沒有辦法知道它有會用多久 對 像這種 我也不用田裂開銷給你用 那還有商標群 商標群也是一樣的 我公司存在 這個商標就存在啊 我怎麼知道我公司會存多久? 如果這公司是什麼? 要成為這個萬年老店 那就不用提那個彈銷費用嘛 所以商標群也是不用提的 那特別要舉例 一個就是什麼? 職障 就是職障 職障也是一樣 如果說它舉了一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4G的職障 你取得當時候有成本 看你花了多少錢去爭取到政府 發給你這張 允許這個4G的一個開通的資訊 但是呢 你4G呢 假設你也不知道它可以 未來 假設你也有什麼5G啦 聽說4G出來才還沒開始正式上路就5G出來 那如果假設先不管有5G 假設4G出來 我們可能4G也不曉得什麼時候 才會更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 然後再來呢 這個 未來換照呢 不用什麼費用 只要一個規費 可能幾千塊幾萬塊 那這種就是什麼? 沒有年限啊 你就只有一次4G的職障之後呢 你可以教它規定的 每年換照也好 兩年換照也好 三年換照也好 反正你就是什麼? 可以無條件 沒有支出的 沒有無費用的在做換照 那也是什麼? 沒有年限 但是呢 如果我現在4G出來 5G呢 可能是3年之後 就為什麼? 因為出來了 那你只有3年了 因為你有確定年限啊 好 所以課本上面舉例的地址 它是取得這個正照 執照 比如說電台的執照 它是到時候可以不限制的換照 那就是沒有年限 那後來改變成有年限 就是以後呢 好 我呢 三年 給你執照3年之後呢 我要再看評估你的 等等等等等等 再決定你可不可以 你再來重新申請 那這個時候 你只有年限了 那你就要提例 在課本上面的失禮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 好 這是貪銷費用 好 那除了貪銷 那我剛剛除了貪銷之外 所有的無形資產都要做評價 評價就是資產解決 跟前面的不動產產分級設備一樣 好 但是我在做減損測試的時候 評價的時候呢 是全部的無形資產要做 包括發展中的無形資產 包括商品都是一樣的 好 做資產減損的時候呢 所有的無形資產都要做減損測試 只要有減損發生 跟前面的不動產產分級設備一樣 我一樣承認 減損損失 好 那但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商業 我們之前講說 減損發生了 待機累計減損對不對 如果哪天價值回升 我可以把它回轉 承認回升利益 對吧 好 不動產產分級設備 是這樣子告訴你的 但是 如果你的商業 一旦發生了 承認了潛損損損之後 再也沒有回轉的利益 也就是說 商業是不能回轉的 商業是不能回轉的 好 因為你的回轉 可能是公司後面 後來的一個努力所造成的 跟前面 你合併當時所產生的商業 是個關 好 所以這個是 為什麼商業是不能 產生減損之後 不能承認回轉利益 好 因為商業是 你當時所合併的時候 你願意投資的成本 大於你取得可便是金資產的供應價值 但是未來如果你可便是金資產的供應價值 變少了 就是未來你的商業減損了 那你減損之後 後來又增加的話 是公司之後的努力 跟取得當時是無關 所以商業發生減損之後 是再也不能發生 不能再承認回轉利益的 好 你就說不能再回覆 這可以聽到蠻特別的 那第四個階段呢 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那如果你要把它賣掉 就看你賣掉的金額 跟你的商業減損的決定 好 儲分的時候比較簡單 好 儲分的時候比較簡單 好 儲分的時候比較簡單 好 這是第四個階段 如果呢 我專利權後面 後來我不要 不要把它賣掉 那就是你賣掉那時候的供應價值 然後這樣就好了 好 這是第四個階段 好 去看一下無形資產的成本分攤 有那一連線的無形資產 好 可以看一下 好 再來414頁 無形資產的持有跟補貨 好 看一下 好 非確定 就是沒有確定連線的無形資產 再勢力2 好 那勢力3呢 當它從沒有確定連線 變成有確定連線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那後續支出 好 那可以看一下 好 後續支出呢 其實它這邊舉的例子是 跟動能的電梯有點像 故地資產的重置有點像 好 有一點像 好 有一點像 那你們去看一下 好 失禮4 好 那這個無形資產的後續支出 比如說 它說呢 請買一個軟體 好 軟體裡面的某一個小部分的軟體 後來做一點update 或者是增進 update這個問題 做一些重新的一個調整 好 所發生的支出 嘗試一下要怎麼認別 好 這裡可以看一下 就是失禮4 那無形資產的減損 好 跟前面的不動很長 同級設備是很相似的 好 很相似的 好 但是呢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減損 你可以累計減損 好 那發展中的無形資產 它不用做成本分攤 但是它要做減損測試 就是我們剛剛提過了 那它的揭入 好 重點再講第4節 第4節我只提一下 好 因為剩下10分鐘 可是第4節你可以發現 它是比較複雜的 而且不是比較複雜的 是相當複雜的 好 相當複雜 好 相當複雜 好 那所以呢 我先提一下這個概念 之後讓你回去自己慢慢的讀 好 慢慢的去仔細看它後面的事例 因為那個事例如果在黑板上 我在白板上 我要彈一彈到腳 我相信呢 你們大家也要花很多的時間 才能夠理解它到底在講什麼 或者是怎麼做 怎麼去計算它的金額 說你們怎麼計算它的金額 好 那我們講一下商慾 商慾原始的任列跟後續的評價 那如果是自行發展的商慾 是不得入賬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商慾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企業合併所產生的商慾 商慾也不能單獨買 商慾是不能單獨買的 所以它一定是什麼 一個不可辨識 應該不能單獨買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的商慾怎麼入賬在420個月 移轉對價的供免價值就是指這個 取得成本 就是A公司取得B公司 它移轉了什麼東西出去 移轉它的現金 移轉它的其它非貨幣性的資產 一樣的供免價值就是什麼 就是我的 這邊所謂的取得成本 在這邊 現在國際配備 它只要一個名稱 一個名詞 移轉對價 移轉的供免價值 移轉對價的供免價值 減掉 取得可辨識資產供免價值 減掉承擔的負債的總值 也就是資產減掉負債 只是資產是指可辨識的資產 意思是我剛剛去講的 那企業裡頭怎麼會有什麼不可辨識呢 如果企業裡面有商慾 所有的無形資產裡面就是商慾 所以叫做不可辨識的資產 不可辨識的無形資產 所以如果這個B公司裡面 原來有商慾的這個無形資產的話 當我們在評估B公司的這個 資產的供免價值的時候 自己的無形資產就是零 商慾就是零 因為它是一個不可辨識的 或是針對它可辨識的資產 來計算它的供免價值 減掉它的供免價值 減掉它的負債 就是我可以很簡單寫的 好那後續的評價呢 就是這邊講 你可以看一下 在422頁 根據IFS3跟IS36號公報的規定 商慾入帳之後 不得攤銷 不必做成本分攤 但是它每一年必須做減損測試 有減損損失發生了 就要認定金額 好 而且以認定的減損不得回轉 不得回轉 但我都講過了 好 好 好 那其實呢 每年喔 你要記得喔 它講每年要做減損測試 商慾的減損測試 它只是指定期 它並沒有講一定要年底喔 我們講不動產償還期設備 或者是無形資產 或者是低耗性資產 期末要做減損測試 就是期末年度結出前 好 或者是年度結出當天 但是商慾減損測試的時候 它沒有規定 一定要期末 它只要求定期 好 商慾減損測試呢 它只要求每一年要定期 可是你不能說100年的時候我是12月 101年的時候我變成11月 不行 就定期 12月1號就12月1號 好 每年的10月就10月 它就是定期 它只要求定期 並沒有要求期末 好 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商慾的規定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示例6 這個示例6比較簡單 後面的例子比較複雜一點 到自己再看 它說呢 歐家公司呢 X7年初以475萬購買 一位公司全部淨資產 那出售前淨資產跟負債就在右手邊 它有給你它的帳面金額 但是後面呢 有告訴你一些 它說呢 這個歐家公司呢 對一位公司的各資產呢 做了一個評價 好 它相關的公平價值無價 綠修商款的待賬應該要增加5萬 然後呢 在成本呢 存貨的成本呢 因為沒有辦法反應現實價值 然後我評估之後呢 應該調整為45萬 應該調增為45萬 好 然後呢 商標權的成本10萬 漏掉了 好 那這個原來賬上是10萬 就漏列啊 但是公平價值是20萬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們要怎麼去做這個分錄呢 你可以看 我全部的可辨識的資產是多少 715萬 在我們的423月的公平價值那邊 原來的賬命價值是675萬 好 但是呢 根據我們的這個4點的一個調整之後呢 它的公平價值是715萬 它負債呢 它原來認別的負債應付賬款105萬 應付票據95萬 長期負債120萬 如果都沒有變動的話 好 所以呢 它的公平價值715萬 減掉它的負債的賬命價值320萬 所以715萬減到320萬 所以呢 它的可辨識淨資產的公平價值就395萬 對不對 你把資產715萬減掉負債320萬 就得到395萬的可辨識淨資產的公平價值 那我付了多少錢呢 歐家公司付了750萬 所以它承認80萬的商率 請你看一下 在我們的423頁的底下 就把儀威公司的這些資產的公平價值入賬 那你可以發現我們的商率是不是80萬 那已經算過了 可辨識資產是715萬 減掉它的負債320萬 所負債的負債320萬 所以可辨識淨資產是395萬 那移轉對價的公平價值是多少呢 475萬 好 移轉對價的成本是775萬 所以減價之後得到商率就80萬 這樣來的啊 好 所以商率就決定了 就是我們的視力6 好 就很簡單 這樣可以看懂嗎 好 那什麼是負商率呢 就是顛倒了 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移轉對價的公平價值 小於取得可辨識淨資產的公平價值的話 它會產生負商率 清理器的負商率只是一個概念 它不是一個account 它不是一個會計科目 商率是個會計科目 負商率不是個會計科目 那發生的時候怎麼辦呢 也就是說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 我取得的成… 我的移轉對價是大於 我可辨識淨資產的公平價值的話 我叫做商率 商率是一個會計科目 但是如果我移轉對價的金額是小於 取得可辨識淨資產的公平價值的話 不產生負商率 那負商率不是一個會計科目 只是一個概念 好 那如果發生了怎麼辦呢 今天它不是一個會計科目 它發生了怎麼辦呢 我就承認收益 我就承認移轉合併收入所產生的收益 就是承認收入囉 收益的話呢 就是列入水利表 所以假設剛剛後面應該有這個例子 假設失利器 好 它的公平價值跟前面一樣 但是呢 它的移轉的金額是 假設它移轉的金額是多少 290萬的 這邊都一樣 第一公司可辨識的資產公平價值715萬 負債是320萬 320萬 所以可辨識淨資產的公平價值是395萬 但是我現在付了什麼 我只付以反對價的公平價值就290萬 好 所以呢 395萬跟290萬 我是不是產生了105萬的負債 好 那後面的私利器就告訴你了 如果發生這種情形 我對於它的資產 全部用它的公平價值的入賬 負債率曾認爲什麼 是你看看失利器最底下 廉價收購1.105萬 現在看得懂了嗎 旁邊有代計負債率 因為我說了負債率不是一個快捷 負債率是一個資產啊 它負債率呢 難道是個負債嗎 不是吧 好 所以如果產生這種情形的時候 我直接才認為收益 廉價收購1.105萬 下課